美国联准会的鹰派作风 美元是一路的强身 也让新台币贬势扩大 尖早盘是一路贬到29.982元 中场是以29.902元小幅的升值作收 外汇专家就预估了 本周很有可能有机会 看到30元的整数大关 而美元的独强 各家的银行也纷纷推出 美元高利的存款方案 而且年级至少都高达7% 蓬蓬压不下来 金融市场甚至出现联准会 本月将升息四马的声音 美元持续走强 也让新台币早盘一口气贬至29.982元 中场以29.902元作收 虽然升值1.2分 但会赢人士点出两大关键 认为台币本周就有机会 扣关30元整数关卡 目前台股的状况来讲 是有国安基金的护盘 所以在整体的走势上面 台币的弱势就没有这么明显 因为台股现在的跌势也相对合款 如果美国的整体升息循环 是持续扩大的话 那在这一周的收盘 甚至是有机会可以看到 收在30以上 强势美元一支独秀 今年以来已经强升于12% 除了外汇专家张根伦推估 年底前台币有机会触碰 30.5元大关 也让非美货币包括欧元 日元贬至数十年来低点 市场认为FED政策利率登顶之前 都难以阻挡美元声势 也不排除让全球金融市场陷入风险 新市场开始撤离外流 恐怕会影响新市场部分的一个区域型的金融 危机的发生 美国将通膨的压力转移到世界各国 因此体制差的一个国家 将会造成比较严重的一个社会的动乱 而美元强势升值 各家国营也开始积极抢美元 推出美元高利存款 包括中信 王道 兆丰与永丰银行等 美元定存年息至少都有7% 但也寄出部分存款条件 像是中信与兆丰 必须是数位存款账户 三家规定方案办理的时间 而四家银行都有的限制 则是最低存入的美元金额 会影人士认为联准会不会放任美元一路强过头 但目前经济情势变数众多 难以精准控制政策力道 美元独强 亚币区别的局面 年底前还是难以翻转 记者周田丽 陈伯成 台北采访报道